各位朋友好,兩會已經召開了三四天了 在這三四天當中發生了兩個非常有意思的互動 第一個是官民互動,老百姓又抗議了 在北京時間的3月7號,青島的一批老年人又走上了街頭 就像2月份的時候武漢和大連的那些老年人一樣 參與了白髮革命,反對所謂的醫保制度的改革 要求中共把錢,把他們所投入的醫保的錢還給他們 讓他們有錢去看病,那這一次青島老百姓抗議的地點 是在武士廣場,從現場的錄像的情況看起來 參與的人要比以前的2月份的武漢和大連 所發生的抗議的人數要少多了,大概在2000人左右 而到現場去維穩的警察,那是特別的多 青島也算是一個大城市,警力也是相當充足的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抗議者在今後的幾天參與進去 當人數到達了一兩萬人的時候 這個當地的警察就控制不住了 也希望全國其他地區的那些有同樣訴求的老人家 抓緊這個時機上街抗議,提出自己的訴求 這個時候上街抗議給中共所造成的壓力是最大的 壓力大的時候他們才會讓步,才會答應老百姓的訴求 這個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這是官民互動,老百姓抗議,中共去維穩 希望這個互動,我也相信這個互動能夠持續下去 希望它越來越熱烈 第二個互動就是體制內的互動 主要是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發生的一些很有戲劇性的 很有意思的互動 首先是李克強他在人大召開之前的那一天 他在國務院舉行了一個告別儀式 向國務院的這些工作人員跟他們做了一個告別演講 在這個演講當中他說到說人在做天在看 雖然好像是他在開玩笑說天氣,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這在漢語當中這是有特殊的含義的 這主要是在詛咒那些惡人說你們做了壞事 老天爺看著現在我奈何不了你們 但是老天爺終究有一天要把你們給收了 我看你現在起高樓,將來我也能夠看到你樓塌了 這次的兩會,這對於習近平來講 這就是他的登機大點,他要第三次連任 這個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 要正式的登上這個皇帝的寶座 而且要正式的接管國務院 把他的這個親信馬仔全部安排進去 一方面他要把大權更進一步的集中在他的手上 另外一方面他要破壞掉中共過去的那個集體領導制 他要成為獨裁者成為皇帝 在這個時候,李克強不僅僅沒有給習近平送上熱烈的祝福 反而是發出了狠毒的詛咒 那習近平有什麼反應呢? 昨天李克強在人大上面做了他的最後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 報告之後按照以前的這個慣例 習近平肯定要跟他去握手 然後要跟他寒暄幾句 要對他鼓勵進行安慰 但是這一次習近平對他沒有任何的鼓勵安慰 甚至沒有正眼看他一眼 只是跟他握了一下手,很快就把手縮回來了 這是兩個人之間速度最快的一次握手 這堪稱是一次閃電式的握手 握完了之後習近平馬上轉頭就走了 那一個是國家主席,一個是總理他們兩個人之間 在一個公眾場合,在一個重要的政治場合 兩個人之間的這種互動,這是非常出格的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以前江澤民和朱鎔基兩個人在人大開完會之後 那是熱烈的擁抱 胡錦濤和溫家寶那也是長時間的握手 還溫情默默的互相對視 跟習近平之間的這種冷漠的互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且習近平通過這次互動 他所表達出來的對李克強的那種感情 那種態度比較複雜,不僅僅是冷漠而已 其中還有不滿,李克強過去這幾年 經常在語言上面跟他唱對台戲 他說中國已經脫貧了,李克強就說 還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不到1000塊錢 只是公然跟他唱對台戲 他說要抓內循環,李克強就說改革開放 像這個空氣一樣不可或缺 種種這一類的事情非常的多 習近平當然對他非常的不滿 同時也對他非常的鄙視 習近平握過手之後馬上就轉身 轉身之後臉上露出了一種非常鄙視的不懈的笑容 用文字表達出來就是你李克強不是有學問 不是瞧不起我大老初嗎? 瞧不起我經常唸錯別字嗎? 但是現在結果怎麼樣? 我還坐在老大的位置上面 而你就該滾蛋了 所以有鄙視的成分在裡面 另外習近平還有一種無奈 他這次去跟李克強握手 這就是無奈之舉 按照他的性格 李克強過去這麼多次頂撞他 他早就應當把李克強法辦了 把李克強送進秦城了 但是他沒有能力這麼做 過去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李克強是中共的二把手 如果動了李克強那就會動搖國本 他不見得就有完全的勝算 所以他不敢拿李克強怎麼樣 一直到李克強走的最後一天 他也必須得按照這個慣例假模假式的 站起來跟李克強握一下手 這一握手就顯示出到現在為止 在李克強面前他還是不能夠示意妄為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 也就是說過去十年時間 李克強實際上是有這個能力 來牽制習近平 來阻止習近平搞獨裁的 他如果沒有這個能力 習近平也就根本不用怕他 早就把他給關起來了 他之所以沒有這麼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李克強本身性格軟弱 如果他是朱鎔基那種霸道的性格 當習近平剛剛開始組建了十幾個所謂的領導小組 把李克強架空的時候 李克強就應當力聲地喝止他 李克強就應當找一個陣地 向習近平發起輿論宣傳上面的進攻 就應當敲打習近平 而那個時候李克強如果走出這一步 他是會得到所有的紅二代 所有的這些中共元老 得到團派和江派集體的支持的 如果是他走出那一步 那習近平根本就不可能獨攬大權 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三連任 那即使是李克強沒有朱鎔基的那種霸氣 他如果是有溫家寶的那種作風的話 那現在情況也完全不一樣 他如果敢像溫家寶那一樣公開的倡導 要實行民主制度要接受普世價值 那麼他也就會在輿論上對習近平形成強大的衝擊力 他可以向中國的現在已經非常不滿的那些民間力量 無論是私營企業的還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 還是那些失業人士 對他們形成巨大的這種鼓動的作用 那些人在總理的鼓動下也早就上街 早就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反對習近平獨裁的這種運動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李克強沒有這種膽量 他只敢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面 顯示出他和習近平的差別,跟習近平劃清界限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面 他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場,不敢跟習近平爭鋒相對 他的所作所為只能夠引起習近平心理上的一些不適 引起一些態度上的不滿 但是對於習近平的極權獨裁並沒有形成真正的阻嚇 真正的威脅,所以習近平一路做大 從媒體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李克強最近這幾天心情特別的愉快,滿面春風 他可能是覺得自己從中共官場的這個絞肉機裡面 現在終於全身而退了,感覺到可以輕鬆一下了 可以逍遙自在安度晚年 這應該是他的想法,但是這種想法肯定不能夠實現 如果是習近平繼續執政的話 他的厄運才剛剛開始 習近平作為一個獨裁者,跟其他的這些大獨裁者一樣 跟斯大林毛澤東一樣 他們是絕對容不下反對者的 像李克強這種過去在那麼多場合 公開的頂撞過他的人 他如果是放過了李克強 他覺得自己在體制內沒有辦法立威 過去不敢動李克強是因為他的位置還沒有穩固 等到過幾年他的位置穩固了之後 他一定會清洗體制內的那些正在反對他 或者是以前反對過他的人 那斯大林搞過大術反,毛澤東搞過文革 習近平也一定要來一次類似的大清洗的運動 那只要他搞大清洗,那李克強就再劫難逃 因為李克強現在是團派的最高的精神領袖 官職雖然已經沒有了,但是影響力還在的 所以習近平不會放過他 今後這幾年李克強首先會被冷藏起來 也就是中國的這些媒體,無論是黨的喉舌媒體 還是互聯網上面的這些媒體 都要盡量的減少對於李克強的報導 黨的喉舌媒體可能會完全禁止報導李克強 中共的那些重要的會議也不會讓李克強參加了 讓他徹底的淡出公眾的視野 等到他淡出公眾視野之後 習近平的這個王朝根基穩固了之後 那麼他就有可能面臨著滅頂之災 幾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就是他可能不薄熙來 周永康的後塵被習近平送進秦城監獄 這個藉口也是很容易找的,甚至說理由也是很容易找的 李克強他肯定是有家族成員的嘛 他也肯定是有一些親信和得利的幹將的嘛 而這些人裡面肯定也有貪污腐敗的嘛 把他們查出來了,然後把他們所作所為 跟李克強聯繫起來,然後說李克強就是貪腐 到時候李克強白口莫辯 那麼第二種可能的結局呢 就是李克強會步劉少奇和彭德懷的後塵 習近平現在是在大搞個人崇拜嘛 如果是他將來有這個本事的話 能夠把全國又搞得跟當年這個文革時期一樣 搞得舉國癲狂的話 他就會把李克強指責為叛徒內奸 然後對他進行公開的批鬥,進行羞辱 最後還要把他給弄死,那麼第三種可能就是 他會被習近平暗殺 如果是習近平自己覺得這個個人崇拜 沒有辦法像毛澤東和斯大林搞得那麼成功 他不敢公開的來處決對手或者是監禁對手 那麼他就有可能向普京學習 習近平曾經自己公開的表示過 他跟普京的性格非常的相像 對普京的這個統治的手法也非常的佩服 希望向普京學習,那普京是一個下毒的慣犯 慣於對政治對手下毒 習近平要採取同樣的手法對付李克強 一點都不出人意料啊 所以只要習近平繼續當道的話 李克強想全勝而退,門都沒有 客觀地說李克強並不是一個壞人 無論是從他的這個性格 還是從他的這個個人道德品質上來講 他都不算是太壞,他在中共體制內當官幾十年 也沒有做出過什麼特別的劣跡 這個在中共體制內官員當中算是非常少見的 在高層官員當中很少見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罪人 他要對中國現在的這個現狀負起很大的責任 有一句名言說是邪惡盛行的原因不僅僅是惡人的作為 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不作為 可以說中國走到今天的這個地步 李克強的不作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克強的不作為造就了習近平的暴政 這個暴政持續下去不僅僅要讓全體中國人遭殃 最後李克強本人也必然遭到這個暴政的反噬